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3年11月3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呢,我也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李克强去世的这件事情啊 李克强去世这件事情呢 昨天北京时间11月2日的时候呢 他的议题已经火化了 并且呢,设立了灵堂 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远 以及其他的政治局常委 都到现场去调研了 一些重大的场合呢,全都下半棋啊 但是呢,并没有开追悼会啊 和之前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说了 就是那个恨国党王志安啊 说是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说中国政府呢,下发了一个通知啊 有四条 说是不开追悼会啊,会下半棋啊 说不开追悼会呢,是为了从检啊 我现在呢,觉得说这个王志安 他所说的这个通知里面 从检的这段话呢,有可能是王志安 他自己加进去的 为什么他加从检的这句话呢 就想说中国政府对李克强呢 是降格对待了,事实上是没有的 那么昨天他这个仪式都举办完了以后呢 我看到啊,包括这个咱们台湾的一些个专家 还包括美国之音啊,也专门做了节目 来讨论这件事情啊 我看到呢,其实连他们都没有说对李克强是降格的 因为本来呀,对于李克强就是应该这样的一个规格的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李克强的那个追悼会 李克强去世的时候呢 也没有召开追悼会 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就是这么一个规则 对于不在职的国务院总理 前国务院总理去世呢 就是这样举办葬礼的 没有降格,丝毫没有降格 并不是说什么从简 尽管如此啊 但是那些恨国党们啊 他们仍然在就这件事情 对中国政府具体来说呢 就是对习近平进行污蔑和攻击 现在呢,我看到有这么几个方便啊 一个是呢,他们就说 仍然说是慢代了李克强 觉得那个灵堂设的呀,过于简陋了 我看一下啊 我不知道那个灵堂还应该怎么设呀 不就是那样的吗 有什么好简陋的呀 另外呢,说什么 李克强的夫人啊 叫成红是吧 说那个成红啊 在和习近平握手的时候呢 都不愿意看习近平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然后呢,我还看到他们说 怎么有美国什么会长啊 好像是什么学者会长啊 还是什么会长 反正和那个成红呢 可能能扯上点关系 因为成红之前的时候 在美国做过交流学者 说他去调研李克强的时候呢 说成红啊 和他握手啊 甚至半拥抱的状态的时候呢 说成红呢 好像就那眼神啊 特别哀怨呀 或者怎么样啊 好像是他们是给这个李克强撑腰的啊 好像是见到亲人似的那种感觉啊 我看到推特里面呢 好像是 好像是北大的什么学友之类的吧 谁知道是谁 说是有幸啊 收到了通知 或者是得到了邀请凯 反正之类的吧 可以到现场去调研李克强的时候呢 说是悄悄的跟成红说了一番话呀 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呢 我觉得他发表的推特里面的 这个小文呢 是这么写的 克强的家属 并不是说去关心什么成红啊 以及他的子女啊 家里人的 而是呢 去搞事的 我是80年代的 这句话就是挑事了 那么中国政府对李克强的那个复告的时候 还有呢 就是这个告别仪式完了以后呢 中央政府呢 就发了一个李克强生评啊 那里面对他的这个评价呢 基本上和复告里面的内容就差不多啊 非常客观 非常全面 也不吝惜对他的这个高度赞扬 我跟大家都分享过 逐字逐句的跟大家念过 对不对 那些有什么贬低的吗 根本就没有啊 第二句话说 程大姐请您相信历史是人民写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纯属就是挑事啊 而且呢 还打了一个括号 说程大姐听到我的第二句时 几乎不能自持啊 好像是这个程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 对吧 你这不是挑事吗 把这个公布出来 还加一个括号 还补充上程宏的反应呢 更是这个挑事 更何况了 他所说的这个不能自持 是什么意思 这完全是他自己理解 对不对 而且写的这样 纯粹是在网上 就想联起网友的联想 对不对 然后呢 就说了第三句 古话也有一句四个字 其为春秋 然后呢 他在这里面又写了 他说呢 我能感觉到程宏大姐完全理解 而且是挺激动的 听到这句话 然后跟克强学长的女儿说的是 替我们大家照顾好你的妈妈 好像这个程宏呢 就指着他们的关怀了 这纯粹是搞事 然后呢 我还在网上看到呢 他们在互相转发的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里面所说的一些话呢 我认为我今天呢 有必要对他进行一下评论 以及反驳 我认为呢 这些人说的话呢 都是不负责任的 不客观的 不是事实 歪曲事实 而且呢 他们的观点 也是荒谬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说是呢 历史没有如果 李克强的悲剧 起于团派 新于团派 也中于团派 中是结束的那个中啊 中了的中啊 就这句话啊 咱们就不说历史没有如果 历史确实没有如果啊 说李克强的悲剧 李克强怎么是悲剧啊 李克强什么悲剧啊 李克强什么悲剧 你要说李克强年纪轻轻的 68岁啊 卸任没短时间就去世了这件事情呢 确实是一个悲剧啊 但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啊 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除了说惋惜以外啊 谁有错嘛 谁都没有什么错 对吧 有什么好感叹呢 而且这个悲剧能是起于团派 新于团派吗 他很显然不是指这个了 不是指他的突然去世 而是指呢 李克强的一生了 尤其是李克强当总理啊 李克强当总理的十年 是悲剧吗 他是悲剧吗 这事呢 你要是问李克强 如果说李克强 在天上有灵 就听到这一话的话 李克强都不会同意 李克强可能都会说 你们这些瘪肚子 我怎么就悲剧了 对不对 我怎么就悲剧了 首先就关于这个悲剧 人家李克强可没有悲剧啊 人家是一个成功的总理啊 在他当总理这十年 中国各个方面的腾飞 是他做出来巨大贡献的 更何况呢 现在如果说全世界都承认 李克强呢 是一个大公无私的 一个总理的话呢 这也是他的一生的光辉 对不对 这也是中国的胜利啊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啊 中国共产党通过李克强这个 终于让那些恨国党们 让那些反华势力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 是高风亮节的 不是他们所说的啊 中国共产党整体上都是腐败的 就像郭文贵所说的 很多人啊都跟着附和 说中国呢就是一个凤坑啊 这里面只有区啊 那么中国的一个总理 现在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中国能出这样的一个总理 难道就出了这一个好人吗 对不对 好这是这句话啊 关于李克强的悲剧 不存在什么悲剧 然后就说其余团派 新一团美又中一团派 我就特别的反感人们说 中国政府里面这个派那个派啊 主要就是什么团派呀 和红二代啊 团派呢就指这个胡锦涛那一下的 好像他们就说团派的这些人呢 全都是平民百姓 而那个红二代呢 都是那些高官的后代啊 说中国存在这么两个集团 中国不存在这两个集团 要那么说的话呢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 假如说我们的后代或者是在中国的这些年轻人啊 如果说他们有政治才华的话 那要这么说 还不能进这个团中央的系统来啊 进了团中央的系统将来会被红二代打压啊 这叫什么话对不对 然后呢他又说了 说如果不出意外 2012年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人应该是他 也就是说在2012年啊 习近平上台那会儿呢 李克强那会儿互相就比较高啊 他们一直拿这个事来说事 当时呢就是说李克强也挺红的啊 那么有些人就猜测 李克强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啊 但是呢现在十年过去了 对不对 我们看看这十年的历史 再看看今天的中国 在世界舞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那我们就知道了 让习近平当最高领导人 李克强当总理有错吗 好像是一个最佳组合吧 然后呢他又说了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未来历史在承认江泽民对中国现代化 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 对江泽民挑选接班人的重大失误 也毫不留情予以抨击 就是说呢决定让习近平来当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呢 就是一个重大失误啊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他这里面呢 还有哪一些谬论 然后说2007年的10月 中共十七大在北京召开 九常委和元老们经过密室协商 你看啊这里面就说了 经过密室协商 既然是密室协商 你还别说就是说 是九常委和元老他们协商事情啊 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 就是呢他竟然还是密室协商 既然是密室协商 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对吗 说九常委和元老们经过密室协商啊 曾庆红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说服江泽民接受红二代 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作为妥协 团派平民子弟 接任政府总理 那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说曾庆红说服了江泽民 那就是说江泽民当时也不同意这个红二代来做最高国家领导人吗 是不是 那江泽民和团派之间的这个斗争从何而来呢 是不是 事实上呢 我相信啊 当时关于这个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人选问题 九常委元老们肯定是经过讨论的 他们之间的争议有多大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很显然 他们是经过讨论 经过慎重的讨论 经过深入的讨论 然后才确定了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就是习近平是最高国家领导人 而李克强呢 是做总理的 现在呢 十年过去了啊 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这个十年中国的发展历程 发展历史啊 再看中国现代的状况 再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举足轻重 对吧 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都在看中国 那么习近平和李克强呢 两个人的搭配 这个黄金组合 工作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中国这个体制呢 选拔出来的人 全都是最优秀的 习近平是最佳的最高领导人人选 而李克强呢 是最佳的一个第二把手的人选 现在呢 是李强接任了李克强 我看李强也不错 中国这个人才选拔呢 真的让老百姓呢 是非常放心的 背后呢 并没有什么利益的操作 有些人呢 就老想煽动那老百姓啊 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呢 有好多利益集团 实际上呢 是没有的 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的 就想把中国搞好 没有别的利益集团 如果说这里面有利益集团的话呢 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呢 也不应该为这个团派 党派的这种斗争呢 推波助澜 那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中国好就好在 没有党派之争 就一党之争是最好的 事实已经证明了 中国这种才是最好的 中国在过去啊 打从这个五岁运动以来啊 在这方面呢 都有一些人呢 感到迷茫 就受了美国西方的影响 有些人知道现在呢 还不死心 还想实行美国的那一套 事实证明呢 一个是美国那一套 它不适合中国 第二呢 事实证明 说实在的 说句不客气的话呢 美国的那一套是不好的 它不如中国的这个 中国只不过呢 不爱管闲事 因为现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让美国鼓动的 都实行美国那一套 中国如果站出来说呢 你们那都不好实行我这个吧 这个呢 就没必要 因为别人呢 有可能 他有一个接受过程 第二呢 这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啊 他们实行美国那套 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害处 对不对 他们如果实行中国这套呢 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中国是无所谓的 你爱实行什么实行什么 反正我们中国不实行你那个 中国从古代的那些历代的皇帝啊 都不希望自己掌权这期间 执政这期间出现党政 都不希望 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家里面是大家庭的啊 如果你们家的孩子超过三个的话 你希望不希望你的孩子之间不团结啊 出现了拉帮结派 你是不是不希望 是不是 拉帮结派这不是一个好事 美国就不是一个好事 美国那个呢 说是叫民主 实际上就是两派之争 然后我们再看啊 说是江泽民啊 做了妥协啊 然后呢 团派子弟接任政府总理 然后又说呢 从而打乱了改革开放以来 高层所默认的分权制衡机制 为高度集权埋下了伏笔 也彻底葬送了改革开放的政治遗产呀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了 对不对 纯粹是胡说八道 既然是一个默认的 它不是明确的规定下来 没有写入宪法 它怎么就不可以改变了呢 其一是这个 其二就是呢 怎么现在就是高度集权了呀 重大的事情不都是 政治局那七个常委来讨论决定了吗 对不对 当时美国 美国任何的事情 是不是就是拜登一个人说了算 美国说支持不支持 什么以色列 支持不支持乌克兰 啊 谁说了算呀 拜登说给多少钱 就给多少钱 对不对 当然他也有一些机制啊 有一些东西需要国会来投票 但是你看看美国的国会 乱哄哄的 对不对 完全是两派之争 他们考虑他们的人民和国家利益吗 如果他考虑人民和国家利益的话 天天都枪击 每一年美国死那么多人啊 为什么这个空枪这个老推行不了啊 为什么呀 大家都很明白呀 那个步枪协会 好想活 就他们那个大楼多么的宏伟 多么的气派呀 是不是每一年他们给那些政客的那些政治现金啊 都好几千万上亿 你说给他们那么多钱 那些人能不为他们说话吗 那个川普还说了 川普就公开出来站台 对不对 啊 说那个如果好人没有枪 坏人有枪的话 好人就等着被打死啊 这是这个道理吗 那你就看人家国家 人家的好人像你美国死那么多吗 好我们再看呢 就这些人怎么胡说八道啊 这些人就说什么呢 说啊 李克强及同学是中国恢复高考以后 第一批考入北大的学生 是有真才实学的 难道说北大的学生 只有这些人有真才实学吗 中国通过这个考试录用人才 考试录用的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 现在中国的国家公务员 都通过这个考试的 这个机制是非常公平的 你红二代你也得去考试 你团派你也得去考试 你普通的平民也得去考试 他们好像说呢 习近平啊 就是靠着他们是红二代啊 能上去 然后李克强是平民就上不去 那李克强作为一个平民 不是也当到了中国的国家总理吗 这还不行啊 都能当到国家总理还不行啊 是不是啊 那习近平他是这个红二代 他靠的也是能力啊 红二代多了去了呀 怎么就习近平当了总书记了 不是靠着他能力 没有能力 能到这一步吗 能被提拔起来吗 对不对 你要说光靠老子的话 那么最有资格当中国最高领导人的 那岂不就是毛泽东的后代吗 是不是 然后呢 这篇文章还说什么 说北大七七集啊 曾经寄托了一个世代中国人的希望 这批人经历了文革的摧残 却开眼看世界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开眼看世界啊 不就是说你们这帮人就一心眼里面就光有美国吗 就光看美国吗 就为美国的马首是瞻吗 美国放个屁都是香的呗 就是你们这帮人嘛 八九六四的时候还不差一点吃了你们的亏啊 八九六四如果你们成功了的话 现在中国是什么样子啊 对不对 前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呀 然后呢 还说在中国最高学府求学的时候 他们遇到老师整好是文革后平反的那批民国大学者 这种传承是独一无二的 很多人曾希望他们接班之后 很可能带领中国走一个文明的开放的正常的国家 什么叫一个正常的国家 美国就叫正常的国家啊 对不对 这赤裸裸的为美国的马首是瞻呀 美国放个屁都是香的呀 传出来还说什么 说这个李克强的夫人陈宏 对于李克强的去世呢 说是心里面呢 也是委屈的 甚至传出来说 陈宏呢 要求中国政府 彻底调查李克强真正的死因 这件事情我认为啊 我们还得等着看 将来呢 对于李克强的夫人陈宏呢 也是一个考验 对于他的子女也是一个考验 如果说他们糊涂啊 受了这些人的鼓动啊 出来说什么李克强的死因啊 是被害死的 这个简直就是糊涂人 我现在啊 我跟大家讲啊 我前面不是在中国吗 我现在已经回到加拿大了啊 我为什么李克强的这个视频呢 他已经画画完了 然后我今天才说 三号才说啊 按说我要在中国的话 二号当天我就会出这个视频 对吧 那么你看到我这视频的时候呢 中国可能已经都是四号了 为什么我晚了一天 因为我在路上 我在回加拿大的路上 那么我刚才回到了加拿大呀 我就听到了一个声音啊 人们来问我说 哎呀李克强这个事情哈 都沸沸扬扬的 我说什么沸沸扬扬的呀 说李克强是被害死的哈 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说这还用想啊 这肯定是假呀 这肯定是假呀 他就是突发了心脏病死亡 怎么可能是被别人害死的呢 再说了 他已经是离开那个职位了啊 那怎么可能还去害他干嘛呀 他已经下台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他有威胁的话 应该在前十年啊 这十年的过程当中 把他给干掉啊 还要等到现在吗 再说了啊 这一把手和二把手啊 我们光听说二把手 寄于一把手的位置 哪有听说说 一把手寄于二把手位置的呀 这都不合成理啊 有点脑子都不会那么想 有点脑子都不会相信那个 对不对啊 我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视频啊 我就认为有好多人 就信了那些人的煽动 鼓动 可能有一些糊涂看法 所以虽然晚了一天 我也有必要做这个视频啊 然后呢 这篇文章还说什么 说李克强的底色是一个读书人 原本他想做一个学者 从政反而是一场意外 那么既然他对于从政 对于政治啊 没有自己的想法 没有这个才能的话 那干嘛从政啊 干嘛从政啊 对不对 他自己也肯定是展现出来了才能 他才会从政 再说了 他一直好像都是从政的 他从21岁就入党了呀 入党之后呢 他在回这个北大上学的时候 他还是学生会的主席呢 他一直都是做领导的 一直都是从政啊 什么叫他原本想做一个学者啊 他什么时候做过学者啊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然后还说了 胡锦涛啊是李克强的伯乐 胡锦涛看上他 是因为李克强为人老实 性格柔软 遇事不争 这我就想说了啊 做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啊 你不能用人老实这个来衡量 性格不能柔软 浴室不能不争 尤其是现阶段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地位啊 周围呢 财狼环似啊 如果你不争你老实这个不行啊 这个不行 习近平呢总是提我们要斗争 我们要勇于斗争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就斗争那两次非常重要啊 你不斗争能行吗 然后说李克强啊 没有红二代背景 靠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啊 他李克强呢 可不是靠读书改变命运 读书不当然的改变你的命运 他的这个命运完全是李克强 他具有领导才能 他才能一步一步的走到了这个总理的位置上 李克强呢 是一个很有领导才能的人 我看到他们还说呢 李克强啊 为人老实恨厚啊 很什么不争啊 不善于言谈啊 这纯粹是胡说 李克强怎么不善于言谈了 李克强在很多的场合啊 都非常的聪明 机智 幽默 为什么说他一去世 网上就流传了他那些金句啊 对不对 他很会表达的 好 这篇文章呢 这个谬论啊 写的挺长的 我就不再分析他余下的这些谬论了 他余下的里面呢 还说了关于这个红二代呀 红二代在当时的时候 他说啊 据他说啊 也有几个人选的 这个几个人选当中呢 就包括薄熙来 包括习近平 还有李元朝和王岐山 然后他就说啊 他就分析说哈 他说李元朝呢 虽然是红二代出身 但是呢 团派色彩明显 更重要的是他提倡党内民主 因此不变入选 说王岐山呢 精明能干 人缘很好 但是呢 他只是殷亲的红二代 习近平呢 低调务实 深受曾庆红的赏识 薄熙来呢 处处凸显出强势和野心 高层反对声音太多 曾庆红极力的说服 江文明接受了习近平 你从他这个分析来说呢 这习近平也是最佳人选啊 其他的那三个人呢 全都有瑕疵 就习近平是最全面最好的 对不对 那就说明 他们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呢 考虑的非常周到啊 为我们选了一个最好的人选啊 还有呢 就是说呢 是当初啊 选错的人 如果是李克强 做最高领导人的话呢 就不会取消十年任期制 也不会轻易废掉七上八下啊 这个东西啊 十年任期制的这件事情啊 你得说 中国呢 难得出了一个习近平这样的啊 习近平难得不难得 习近平有没有能力 我们就看我们的敌人 他最恨的是谁 你就行了 我们的敌人 美国西方 以及欧洲 他们最希望习近平下台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习近平让他们头疼 让他们闻风丧盘 对不对 是习近平的领导能力 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愿意看到习近平啊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难得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啊 他有必要再继续干呀 有必要取消这十年任期制啊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看自己 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 你就看俄罗斯 你会不会觉得 俄罗斯如果没有普京的话 俄罗斯能恢复到如今 在世界上成为强国的 举足轻重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吗 对不对 俄罗斯 它的经济实力 它的技术实力 各个方面 它也没有在世界上是最好的呀 但是呢 俄罗斯现在让美国非常头疼 为什么呀 如果说没有普京的话 那么俄罗斯可能会进一步的再分裂啊 这是美国的目标啊 俄罗斯现在还是太大 最好是呢 再分个十个八个小国家出来啊 美国才好控制 是不是 现在呢 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说呢 你就看美国喜欢什么就行了 美国最希望中国做的事情呢 一定是对美国有利 对中国不利 中国就不应该做 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美国说中国是他的竞争对手 而美国呢 其实就是中国的敌人 他就是一个大老虎 老想把中国吃了 那些人利用这个吊咽的机会 还去鼓动那个陈宏 这完全是没安好心 陈宏的智商够还是不够 我们还有待观察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察